所以我们刚才其实看到老孙那个头像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男生 比如说我是 比如说我是男生 我就是男生 怎么比如 比如什么 没事 我心虚什么 大大方方地说 因为 其实对于男生来说 看到老孙这种头像是会觉得挺亲近的 而且就没有什么戒备感觉 对 因为他就是很有趣 很有意思 我们这样我们看看我们的那个微信头像好不好 看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头像 和对于自己的理解是柴上 我还是训练头 这是我儿子画的我 这个也很暖 我的那个头像是我自己的画像 但是是卡通的 然后头上打了三个问号 是一直自己跟自己变成很疑惑 我的微信头像 这是我第一次买了一个 挺贵的吸尘器 然后就那个头像一把枪一样 我拿着它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用一个软件做成了像油画一样 我就觉得它挺好玩的 我是好像就最开始的时候换过头像 但是这么这么多年我都没换头像 你是所有的头像必须要跟香蕉有关对吧 为什么要跟香蕉有关 它其实可能是自己就是表达的一种方式 就是你会发现 就是永远生活中你可以找到它 然后它就可以代表你 我原来头像是一只猪 你现在怎么换了呢 我就觉得那个有点用太久 我就换了一个大猪带小猪的 这样往前走 换了不到十分钟 对 它微信来了说 吴欣 你怀孕了吗 然后接下来的几天 就不停地有人在问我 说你是不是怀孕了 你是不是怀孕了 后来我说好 我把它换走 我现在是那个 我正好工作人员 他们帮我做了一个头像 这是你自己对不对 对 然后这有一个气球花 就是是一个恶龙和一个公主 这个气球花是有一个寓意的 是一个童话故事 然后就讲的是说 就是恶龙会把公主 给绑架嘛 然后要往骑士才能把他给解救 但其实还有一个童话的意思是 说其实这个恶龙跟 这个公主是好朋友 然后他要把所有不好的骑士 给弄走 然后给他筛选一个 全天下最好的男人 有点寓意说 我一直在等一个骑士 哇塞 好梦幻 对 严夕 你的头像是什么样的 我的是 是一个我很喜欢的画甲 我请他画了一只猪 跟一只兔子 因为我叔叔我老公属兔子 哦 是一个结合我们两个的一个 这个画家他的风格就是 他会把动物画成跟鱼有关系的 就是一个年年有余的一个吉利的形象 哦 而且代表他们两个 甜蜜甜蜜 那你跟他会使用过情侣头像吗 情侣头像吗 我跟他的微信头像 这都是跟我们两个人有关的 我就是那幅画嘛 嗯 他是用的是我们神雕那时候拍的一个 搞笑的一个 一个我们两个的合照 我还有认识朋友是放对方小时候的 啊 对对对 会会 我的那个社交媒体上的那个头像 就是他小 就是孟晨小时候的头像 哦 那是孟晨小时候 我以为是你小时候 哈哈哈 那个不是你小时候吗 我小时候长得哪有那么黑啊 怎么聊天啊 对啊 怎么聊天 我一直以为那个是你小时候 不是 你看到浓眉大眼的 一看就是女孩 我小眼八叉的 那她的是你小时候吗 她的是她自己啊 我这问问他就 我这问问他